没错!有了他之后 未来的照片再也不必担心 太不好了! 照片一直都是大家收藏及留恋的依据 不论是与家人、伴侣或是朋友甚至是宠物 只要看到照片就能够回忆起当下的一个情况 不过相信大家都有遇过在拍照的过程中 有时候因为当下的一个不小心 而遇到了一些拍摄不完美的照片 例如在拍摄当下晃动到相机 导致这个照片模糊 或者是拍摄的时候有污点 甚至是拍摄储存不良 导致照片档案格式的损坏 回头再翻开这些照片时 都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你的人事物 已经都很难再还原成当下的情况 这时候问题来了 拍照的瞬间就只有那个时刻 那我们有机会补救及修复我们那些重要的照片吗? 嘿嘿!在这个AI时代 要补救这些照片 其实都已经有机会了 今天均均就是要与大家一起来体验一款 AI的图片档案修复工具 听说它只要简单三个步骤 就能够轻松将你的照片修复为最佳状态 但真的有如他所说的这么神奇吗? 一起来试试看就知道了 还有这部影片记得要看到最后 因为最后呢 均均可以福利要来送给大家 好!有兴趣的朋友呢 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 OK! Let's go! 好的!这次要体验的AI照片修复软体呢 就是由软体界的老字号 TenetShare 4DD 所开发的AI修复工具 首先呢我们先到这个 它的首页呢下载这套软体 圈有把下载点解放到影片下方描述栏 好的!安装打开后呢 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软体的界面 相当的干净 往左边看呢 它有四个选单列表可以使用 它有影片修复、图片修复、文件修复 及音讯修复 哇!这么多修复功能 不过今天呢 我们是来体验图片修复功能 看起来还有其他的修复功能 如果确认下次有机会呢 再来做更深度的解释 然后选择图片修复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见 它这边有三种解决方案 它其实是想问说 你想解决什么样的图片问题 第一个是这个修复图片错误 修复图片错误呢 感觉比较像是当你档案的格式不对 或者是档案损坏的时候 你可以透过这个方法呢 来进行这个图片的修复 那第二个这个图片的增强呢 看起来比较像是 可以将你原本照片的解析度 进行无损的放大 如果照片有噪点呢 或者是模糊 应该都可以透过这个解决方案来使用 再来这个图片的上色呢 看起来应该就是 可以直接把你黑白的照片 转为彩色的照片 哇!这是要让AI自己判断 这个照片里面的内容 然后再进行颜色的填补吗 是不是要那么神奇 我们马上来试试看就知道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的增强 跟图片的上色啊 右下角都有一个AI模型 所以说呢 我们必须要先下载这个AI模型 待会呢 它才能够直接在我们的电脑去运行 那我们就先下载一下 好!这边都下载完成了 虽然这边准备了一张很有趣的图片 要来考考它了 登登!猜到了吗? 这个就是我们早期的墨具大师 卓别林啊 这时候可能要来一首鞋子特大号 因为卓别林算是 早期的一个墨具的代表性人物 所以说呢 那时候的科技也没有那么发达 所以照片呢 也都是属于这种黑白的 那这种照片呢 其实就是非常的珍贵啊 因为时光呢 一去不复返 那这张照片呢 刚好很好的做一个功能的实测 因为呢 圈恩刻意呢 把这张照片在传输的时候 把它稍微的中断了一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左手方这一个照片呢 它是显示不出来 打开之后呢 照片似乎不属于资源的格式 其实也就是这个照片在传输的时候 并没有传输的完整 导致它可能只有七成八成的一个图片在里面 那你的电脑呢 可能就无法进行读取 然后再来呢 这张照片呢 因为是早期的拍摄 所以科技也没那么发达 大家可以看到 除了是黑白的之外 它的解析度呢 其实都是蛮模糊的 像卓别林的这个五罐这边 颗粒感非常的重 如果再拉更近呢 就会看到更多这个点真画的像素图 好那我们今天就拿这张棘手的照片 直接来测测这个AI图片修复软体 看它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厉害 好那我们先打开这个软体 然后我们第一个要先解决的就是 修复它图片的错误 好我们直接按一下这个开始 然后呢 这边新增图片开始修复 选人比较习惯的是 直接用拖椅的方式进去 要拉这张坏掉放进去 诶 正在汇入这个 左边的照片 汇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按一下开始修复 诶 这个修复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马上看一下结果 各位这个Windows打不开的这个照片 马上就直接出现在我的右手边 没有错就是卓别林这张照片 好那我们先选择所有修复成功的档案 把它选取 然后进行这个照片的汇出 登登登登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一个叫做卓别林的Repair 就是修复完成后的照片 然后它的档案大小呢 本来是166KB啊 修复过后呢 档案大小来到了 诶 165 诶 反的小了一点 不过没关系 我们已经得到我们第一个好的结果 就是照片呢 已经被我修复成功了 那再来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卓别林的模糊的地方 点真化的地方 把它进行改善 好那我们直接到这个 图片增强这边 按下开始 然后一样把这个 刚卓别林修复好的照片呢 直接把它拖曳 汇入成功 你可以开始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好的进来之后呢 大家也看到这边 已经预览了这个卓别林的照片 然后右手边呢 这边有三个AI的模型 第一个是通用模型 降噪模型 跟人脸专用模型 我们直接来使用通用模型 会比较简单哦 然后再来这个解析度的部分 这边可以乘于两倍 这个部分呢 其实相当的好用哦 因为早期的相机画素不是这么高 所以拍出来的照片呢 解析度通常都会很小张 大家可以发现 我这张卓别林的照片尺寸 只有349乘于439 那我们就直接来选择这个 4倍增强 1524乘于1960 基本上这样的一个大小呢 应该就是 HD的照片解析度了 这边都选择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预览 完成了各位 右手边这个 已增强 1524乘1960 各位有没有看到 我把它放大 大家应该看得很仔细吧 这个照片呢 感觉好像上了一个 磨皮的感觉有没有 点阵化的部分呢 全部都被改善了 看起来呢 稍微的锐利了一点 不过呢不清楚的地方 好像都已经消失了 那我们来试试看看降噪模型 看看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看起来好像也有进行修复的 不过 强度好像没有通用模型来的那么强 好那我们再试一下 这个人脸专用模型 看起来好像也 没有通用模型来的这么完善 那我们还是直接选择 通用模型比较符合我们要的结果 那前面这边特别讲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他在进行AI处理的时候 当大家按下预览的时候 然后就会使用到你这个硬体的效能 所以说如果你的电脑硬体效能 不是这么好的朋友呢 你的照片又很大张的话 可能就要多花一点时间 所以他很贴心的 在右上方有出现了一个加速模式 我们可以把它常驻打开 那这样你在做修复的时候呢 TODY就比较不会这么重 那我们就直接使用他的这个通用模型 然后把它进行汇出 汇出了之后呢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经过AI进修过后的图片 那因为他的尺寸变大了 所以档案大小呢 当然也就跟着变大了 好做完了照片的这个解析度加强之后呢 我们再来做最后一步 就是把这个墨具大师 左边的黑白照片 把它转成彩色照片 虽然有点反骨 因为左边本来就是以黑白文明的 那我们现在呢 直接来帮他进行改造 把它变成彩色 我们一样按下图片上色 把刚刚的左边领的这个黑白照片 把它拉进来在这里 然后灰度完成成功 然后这边呢 图片上色 他右手边一样又有一个 AI模型在这边 其实这个人脸检测 应该也是一个在辨识人脸的AI模型 那他待会没有意外的话 应该会把它上成皮肤色吧 因为人脸本来就是皮肤色 我们把人脸检测打开 然后解析度这边也可以再进行这个增强 刚刚已经增强过一次 现在再把它增强 没关系 我们直接增强到3048乘云 3920也就是无敌大张 然后加速模式呢 我们一样把它常驻打开 接着呢 就是再打开工作管理员 顺便看一下这个损耗效能的记录 然后呢 我们就直接按一下预览 好 开始了 好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已经开始使用到我的记忆体 然后CPU GPU 其实都有用到一些 出现了各位 这个左边领 如果看到 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反应结果 没有错 各位看到这个人脸检测 如果打开呢 里面图像人脸的部分呢 确实都已经变成这个皮肤色了 而且它 眉毛还有眼睛 其实确实做得不错 看起来很像是一幅画 然后它这个花呢 也辨识的不错 它知道这个是绿色的植物 所以把它做一个绿色的处理 最特别的是他们这个衣服呢 本来黑色西装 都变成了这个蓝色西装 所以看起来有更像 英伦风的一个感觉 我只能说这个AI呢 可能就是一个天才的画家吧 它可以判断这个照片里面的人事物 而且依照这个人事物的不同呢 去自动的一个着色 而且做的还有模有样 那我们一样把它进行图片的汇出 好汇出之后呢 可以看到这个档案大小呢 已经来到了6.19MB 相当的大 但是尺寸呢 直接进行的升级 升级到了这个4K的一个大小 这样一摆出来 大家应该很清楚了 确实从这个照片本来 损毁没办法读取 把它进行修复 可以读取之后呢 再使用这个图片增强 将它的解析度 还有模糊的点真化呢 大家看起来画质整个提升 最终呢 再放到这个AI呢 再让它去做一个自动上色的处理 从这个第一关到最后一关 全部都交由这一套 AI自动修复图片工具 让它进行处理 整个使用过程呢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 界面呢 都是相当简单及干净的哦 好的 看到这边 不知道大家对这一款 AI的照片修复软体感觉如何呢 是不是脑中已经开始有浮现几张照片 想要直接来试试看的呢 不过确认这边还是得要补充一下 这款AI的修复软体工具呢 如果你是想将修复后的图片进行导出 或是多张的批次处理 这部分呢 就需要使用到付费版才能够使用哦 如果你有商用 或者是挤破需求的朋友啊 建议可以直接就购买付费版本 那如果你只是想体验看看 AI修复能力的朋友呢 也欢迎免费下载来使用试试看 抢先体验一下 AI修复图片的魔力吧 好的 再来呢 就是大家最期待的福利时间呢 确认现在就要直接来公布 如何参加这一套 AI修复工具的免费抽序号办法 即日起呢 你只要到这部影片的下方留言 我要AI照片修复工具 总共10个字 圈就将在活动节 几日的隔天啊 抽出3位幸运的观众朋友们 可以免费获得 Tentershare 4Db 图片修复工具的注册码 数量有限 大家就好好把握机会吧 好啦 那希望今天影片有帮助到大家啦 影片到这边就结束了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不错 可以帮我下方点个喜欢 想持续关注我的频道 记得按下你的订阅按钮 我是雪雪雪 我们下部影片见哦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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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